下面第三个 清净身相 长修万善法 的清净身相 身心清净 发戏充满了 怎么得来 长修万善法 换一句话说 事出事过发力 一切真实的善法 统统要修 不怀疑 不夹杂 真修 现在我们知道 善中之善 神念佛了 这真的没有人知道 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万得鸿鸣 我们常听说 这个名号叫万的后面 没人把它讲清楚 所以虽然这个佛号 常常听 对他一点信心 都没有 都生不下来 万得鸿鸣呢 在一般人听到 是一句赞叹的话 不是真的 随着佛号 没人念 我们非常感谢 黄年老师 在这个集注里头 说的很详细 非常难得 真正把万的后面 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真肯念了 不但肯念 唯恐 我今天呢 有个一两秒钟 把这个修万的 万善的 这个机会出口了 有没有这个人 有 真有这个人 这种人一生当中 而且时间不要长 我们在网三传 在净土神仙路 细心就观察 大概都不出三年 他就修成功了 他就能成什么样功呢 万得庄严 庄严自身 庄严身心 庄严佛国土 他完全相应 他往四路 第一线老后人常说 通宗通教 明山 宝刹的方丈住持 比不上 地下老后人话 真的 一点都不加了 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做佛去了 谁能跟他比 时间不很长 为什么 他认识 这一句佛号 是万得 宏明 念这一声佛号 就是 修万得 阿弥陀佛在修 变法界 虚空间 多少人在修 没有办法计算 无量无边 无境无数 都在修 我们念这一句 跟这些人通通相应 产生共鸣 这个能量都大 又何款 今天量子力学家 告诉我们 四十真相 并伐界虚空间 跟我们自己 确实是一体 我们齐心动力 变法界 虚空界 所有 一切 众生 全知道 那我们的 这个能量 跟他产生共鸣 这个力量 就太大了 真正知道 他肯念佛 他不肯浪费时间 分秒比赛 不肯定